其實我們今天主要就是focus在這裏 不過有些問題大家都是比較有興趣的 等於剛才你問胡亨青或者凡來泰的說法 他是針對那個居留權 等於我剛才說的那個有因問題 你有這個有因 所以才有那麼多雙非人婦來生孩子 這個是有因 如果你再無限上攻的港人內地配偶都有問題 即是你香港人不要去大陸娶老婆 又是會有一個居留權的壓力 所以去到這些地步已經是一個憲制的問題 憲制的問題就是回歸憲制去解決 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就是一個實際很 香港人懸臨的一個很嚴重的 雙非人婦來港產子造成醫療系統崩潰的問題 這個問題一是本地立法一次過搞定它 另外就是行政措施 另外就是政府的人口政策要調整 你當初為何會被雙非人婦來生孩子 原因就是因為第一就是基本法有一條 另外就是曾蔭權那時候叫你生三個兒子 你記不記得 即是不夠人 現在好了 他現在來生孩子不是填充你的人口 他拿了一個居留權 以及利用你這裡的醫療設施 這樣 所以變成你看到人口政策都是有一個問題 再說 你大陸你都要跟香港配合 現在出現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是不是第一個要把關 那些人婦你不讓他來 你不要發雙情證給他嘛 我們沒有權去發這些證 因為審批權不是我們那裡 比如你外國 你無論你任何一個地方都好 如果要拿Visa的話 或者不拿Visa 入不入境是他作主的 是不是 但是我們香港很嚴重 批他來的不是我們批 他不是跟我們申請Visa的 他是在內地的公安機關那裡 但是我們那個入境權是香港的 是的 入境權是香港的 你可以不讓他入 你可以不讓他入 但是很多時候 因為他批了他來 你又很少做這些事情 還有過去每日150個名額 那些又怎麼算呢 所以現在整整一下 那些人已經是將焦點轉移 到居留權的問題 你明白嗎 所以我們要將他回歸那個政軌 就是要解決個雙非孕婦來港產節的問題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是可行的 就是今天所講的這一套 我們會嘗試 我們做一些再仔細一些的研究 接著我們就希望可以用一個本地立法的形式 當然是用我們的議員的私人條例做案的方式 剛才大舊都講過了 但是你過兩關的 一關立法會主席批准 另外是香港政府 但是如果政府不同意的 他們要解釋為什麼 他自己去承擔 他自己去承擔 大哥 是不是 但是你說如果是收了入境條例的話 以後懷孕那些 他們就不可以讓他們來 是的 平時沒有了預約 就拿著預約書就可以入境 這個 因為你進來幾個理由 你只是旅遊 但是如果譬如他是來Traveling的 他不是來生孩子的 你怎樣證明他入境後 那這個條文裡面的技術性呢 就是我們看回外國某些規定都是這樣的 你進來有一個時限 是的 那你某個時限呢 你要申報你的目的 譬如你的目的是旅遊 我們說明旅遊不包括生子在內 那你生子的時候還沒有構成違法 你要面對刑事檢控 那第二的就是 譬如你進來三個月六個月 有些不用拿Visa 進來一段期間 其後被發現的 被海底界出境 譬如他開頭來的時候還沒帶的 他還說醫院不收的那些 就是關於醫院廣明 客人的身份在香港懷孕 其實很簡單而已 這個期限有時意義都不大了 但是你有些人可能這樣的 他來了香港才 Made in Hong Kong Deliver in Hong Kong also OK 他可以Made in Hong Kong的 大佬 過了拘留期限 縮埋 接著衝關 衝醫院 都可以的 衝醫院都可以的 那這些你有的條例 那他們就全部說犯法 違法 就是你去到最後 就是你已經是一個旅客 但是你香港會 你懷孕 那我們就 建議你就回去 你就可以 然後我們提出的建議裡面 任何協助 譬如可能你是被他 就是收留他違法居留 而明知他來講 違法居留而是來產子的話 這些都會有刑事罪行的 所以其實所有中介公司 我們要看回現在現有 譬如說在內地來香港 就是做事的 那麼他帶來一些家權來的 做事的那些不包括在內 這個就不會包括在內 那他在那裏做事 他有權 工作 讀書 那些不包括在內 針對那些旅客 那些純粹是兩個 兩個純意旅遊的身份進來 因為你如果來工作 那個visa是不同的 是啊 那如果那個大老婆是 最後衝進急診室 那醫院都要承擔 要承擔 不是 如果他衝進急診室 其實我已經說了 基於人道理由 他一定要的 他協助他那些 就是幫他 那些就豁免 現在醫院就要承擔 但是如果醫院預早安排了 譬如說 咦 我幾個禮拜前和醫院安排了 醫院明知這個女士沒有批文而生的 醫院的行政人員可承認次序 現在很簡單 現在所有這些雙飛人 人婦來香港生孩子又有中間的機構 他有預約 今天就沒有醫院 包括私立醫院 這個我們的安排某程度上 好像劉家雄多次說 差不多是禁止所有預約的了 是啊 所有預約 那你一旦沒有預約就容易搞了 就沒有幾個限度 那衝移行政措施是 就是你保安理由 如果你衝都阻止不了 因為過去那幾個月 其實我在申訴部 或者在我們那個 香港和內地家庭事業小組 都有談這個雙飛人婦的問題 我們都見過很多港人內地配偶 港人有內地配偶 香港人來申訴 我們都是覺得 你要開兩條隊的 原本的想法就是 第一個就是 我們本地人負責優先的 不用說的 我們那個預約是第一的 接著就是到內地配偶 然後就輪到雙飛 那現在我們的做法更徹底 沒有雙飛 你明白嗎 完全不給雙飛 是啊 是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搬來就 那時候消極一點 就是要求政府 那你開兩條隊 你給港人內地配偶 就先過這個雙飛 那即是雙飛幾萬 港人內地配偶 有幾千而已 你知不知 你看那些數字 那港人內地配偶 香港的 所以我們這個建議 私家醫院一定勤力反對 當然 一定 是 很多醫療人士都會反對 那他們就要向港人解釋 為甚麼他們為了賺錢 就要影響全國的醫療資源 除非你覺得現在這個不是問題 其實當年紐西蘭都是基於醫療壓力 定定心的條例而已 最後壓力少了 他又做錯修訂 即是他當年紐西蘭 連這個學生都不行 學生都不給生育 最後就全部放寬 他們就會問 即是說 現在不是要搞醫療產業的 那反正有這麼多雙飛 你可以賺他們的錢 那你又沒有建這麼多醫院 是吧 除非你香港政府的政策 就是我的醫療產業 主要的部分就是給雙飛來生育 賺他錢的 那你就建了四五間贊佣醫院 那就搞定了 那你不是這樣 我想我是一個很狠切的忠局 我想政府要盡快和很小心處於這個問題 是 這個就是花樣的 就是用我們那個模式的私利 因為我相信 即是現在醫療的壓力 公立就很私人都好 遲早會因為這個衝關 和這個內地產戶數字過多 導致到醫療人手不足 遲早會令到不但內地的孕婦 和初生的嬰兒 包括香港的孕婦 和將會初生的嬰兒 和有關的病人 隨時因為的人手 當時的調配的問題 隨時會引致到 這個病人也好 或者那個初生炎也好 而出現這個生命危險 和身體的問題 所以這個情況遲早會出現 即是你現在還有香港的那些女士 譬如她到了適訓年 要生孩子 她都不敢生 是不是 那這個基本上 就是一個影響來的 即是她那個計劃都打斷了 OK OK 麻煩了 mal darkness 早知道 最後